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大厂格罗芳德GF日前表示,将在未来几年赤资11亿欧元,使其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晶片工厂的产量翻一番。 此前,格罗芳德宣布一位美国纽约州马尔他CMOS工厂和佛蒙特州淡化加GAM工厂额外注资30亿美元。 该公司还宣布为这些工厂以及最近启动的纽约先进封装和光子学中心注资130亿美元。 然而,美国政府正在撤回对佛蒙特州和封装中心的支持。 德勒斯登晶圆厂的投资将使格罗芳德晶圆年产量在未来几年翻一番,达到150万片。 该晶圆厂适用于功率和射频器件的22奈米22FDXFD4Y低功耗工艺技术的关键, 同时也为汽车和物联网、MCU微控制器等器件提供28奈米、40奈米和55奈米工艺。 该晶圆厂目前拥有6万平方米的洁净式空间,员工约3200人。 该公司一直在寻求第二个欧洲共同利益重要专案API的11欧元资助,该专案已于2023年6月获得批准。 该交易获得了德国政府数亿欧元的支持。 格罗芳德与Indy Semiconductor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基于22FDX工艺开发77G和120G雷达系统级晶片SOC, 用于安全关键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OS晶片。 此外,格罗芳德还与博士合作, 开发基于22FDX工艺的单晶片雷达感测器。 格罗芳德还与IRLAMS合作, 利用单片光子学平台开发业界首款UCIE光互联晶片。 竞争对手方面, 德国政府还未位于德勒斯登的英贝林智慧电源晶圆厂提供10亿欧元的支持。 与此同时,台积电也正在与恩智浦半导体和博士合作, 在德勒斯登建设一座采用类似工艺技术的晶圆厂ESMC。 ESMC专注于28奈米和22奈米工艺技术, 并获得51欧元的欧洲补贴。 另外, 扩大美国厂投资的台积电, 在美国催促下, 正加快建厂与产能开出速度。 尽管台积电扩大在美投资引发市场对产能台积效益的疑虑, 不过业界此前的消息指出, 台积电南科AP8加以AP7两厂区分别提早到2025年4月, 8月展开进击。 前者主要扩充COS产能, 后者首波则是据叫SOIC。 随着相关机台入驻并验收贡献营收, 可预期台系设备业者营运仍具备一定续航力。 然而, 台积电积极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之际, 精传加以先进封装布局地延。 台积电原规划, 加以先进封装AP7厂第三季设备进机, 供应链近期陆续收到, 延后至第四季进机通知。 除此之外, 市场连越来频传, 此调整将影响日本与德国厂计划, 供应链业者证实, 全球车市低迷, 加上关税重击难以预估, 客户下单转去保守。 也因此, 台积电对于日本厂与德国厂的产能与建厂计划, 估将有所修正。 对此, 台积电先前仍表示, 台湾与海外投资计划不变。 董事长魏哲嘉近日也紧回应, 雄本二厂建制确实延宕, 但主因是塞车问题。 供应链业者则透露, 在资金、 人力排挤下, 加上评估当地客户试担状况, 目前雄本一厂产能利用率应尚未达标, 而德国厂兴建与后续进击计划, 预估也将有所调整。 业内评价说, 日本、欧洲现阶段车市不佳, 已低于台积电先前期望值。 而这些年, 承受巨大地缘压力的台积电, 也不得不宣布, 在美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 在兴建三座新晶圆厂, 两座先进封装厂, 以及一间研发中心, 北极在美投资金额达到1650亿美元。 不止扩大投资, 美国更全面要求台积电建厂 与产能放量时程加快, 因此, 美国二、三厂进度都较先前计划提前半年左右。 但由于美国厂加大产能与投资规模, 市场不断传出在资本支出上限与人力等因素排挤, 以及日本、欧洲当地工业车用市场需求未如预期下, 台积电也调整了两大区域产能, 建厂与禁机规划。 雄本厂方面, 供应链业者表示, 自2025年初以来, 异常产能利用率拉升缓慢, 吸引大客户、 Sony与众多车用晶片等客户下单相当谨慎。 分析原因, 除了终端市况需求疲弱, 电动车战局落后中国外, 连越来的关税大战, 更让日本汽车产业链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 日本本土晶片业者不多, 订单易逐相当有限, 近月雄本一厂正面临产能利用率承压情势, 而二厂建制延宕, 虽然台积电释出交通原因, 但这只是其一。 另一关键, 还是长期需求与订单仍贷确认, 这也会影响日本政府, 力邀台积电, 再建第三座厂的计划。 外界好奇, 为何雄本二厂原预计手机动工, 但延后至年终? 魏哲家日前则回应指出, 的确稍微延后动工, 原因其实不是技术或工程问题, 而是交通, 原本从市区开车到厂区只需十分钟至十五分钟, 现在拉长到快一个小时, 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影响, 这不只是台积电的责任, 也关系到地方政府与整体社区发展。 而台积电的应对措施则是, 已经与日本中央地方政府沟通, 改善交通基础建设, 政府也承诺会加速处理, 因此决定在交通条件改善之前, 稍微延后第二座厂的进度, 另在德国厂方面, 供应链不断传出进度放缓, 已没那么急迫。 德国厂主要也是为了因应欧洲车, 用晶片客户需求, 但目前车市受到经济疲软, 消费者信心不足, 以及传统燃油车需求下降, 电动车成长放缓, 中国车厂竞争等多重不利因素, 整体呈现低迷走势。 过去半年多来, 汽车产业频释出裁员讯息, 业绩衰退显见, 包括台积电德国厂合资伙伴, 其中, 博士Bosch于2024年底及预告, 受到全球汽车业不振, 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 计划未来几年将裁减至少8000人。 而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导体大厂英飞灵, Infineon, 手机也宣布裁减1400位员工, 而手机晶片库存承压与业绩衰退的温质谱, NXP, 也表明裁员1800人。 供应联业者认为, 台积电一直以来强调, 有客户需求才会扩产, 但目前来看, 日本、欧洲事况不妙, 原本晶片客户也不多, 台积电在两大区域放缓扩产脚步是可预期的。 总体来看, 对台积电来说, 重新调整全球建厂与产能规划也是好事, 目前最大的压力源来自美国, 关税、地缘压力相当棘手, 日本、德国新厂计划, 或许真的可以先缓缓再上。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